祷告第九天 更新与复兴 亲爱的天父 我为我的孩子心意经常更新祝福 因为神是做心事的神 求主让他在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有新鲜的领受 每天都是新的 我祝福他的心如同朝露中的小草 天天被滋润更新 我祝福他的心如满园芳香的花圃 天天都有盛开的花 他的心思要活泼 如同漫步临间的小路 跳跃着呼吸新鲜自由的空气 他的意念要开阔如同无边的草原 躺卧在阿尔卑斯的山边 这个世界对他有如乐园 每一天他都能自己发掘乐趣 无论是脚边心发的嫩芽 或是空中弥漫了心的气味 求主开他的眼 让他常常有新的发现 求主开他的心 常常有新的想法 当他遇到平静的时候 求主复兴他 当他生活乏味的时候 求主复兴他 当他失去理想的时候 求主复兴他 当他迷失自我的时候 求主复兴他 复兴如火 重新点燃他的热情与活力 愿复兴如油 活化他的喜乐与自信 愿复兴如光 开启他的巧思与创意 愿复兴如剑 斩断他的捆绑与恶习 神每一天如何苏醒大地 也求主苏醒他的心 神每一天如何更新宇宙 也求主更新他的灵 愿他得着复兴 如同沉睡的钟声 再度被敲醒 求主为他分开人生的红海 常有云柱火柱激励他 使他过得胜的生活 我祝福他心意更新而变化 领受神美好的旨意 愿神永不停止更新 与复兴他的生命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